这些歌手究竟有多双标和网红合唱好像在受刑 跟实力歌手合唱却喜笑颜开 王苏龙和网红同台蛮恋无奈 有点甜都成了有点苦 而和花则香菜合唱同一首歌 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毛不易和网红合唱销售时实在是太精彩 到了台下忍不住吐槽 这个精彩的可能就是跟平台方的一些艺人合唱 反正我是真唱他是假唱 和音乐教父罗大佑合唱时根本抑制不住笑容 心里头快没死了吧 瞧那不值钱的样子 是紧张 而且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抑制不住自己 笑容 巨山与画面成长只一个门停 还叫停呀也许 得益时宜也许 怎么都别忘了一生同爱 狐下和网红合唱那些年 这辈子都没有唱这么大声过 果然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自己想征服的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点点 全部都是你 与预客为合唱时笑得多甜 我也欲数丰收 浓水不消残酒 是问这连人 却都海淡依旧 好好听啊 是否 是否 应是绿飞 红手 李玉刚就更惨 现场上演六大派 围攻光明顶 还要保持礼貌的笑容 和高进的合唱堪称天衣无缝 李玉刚全程都是轻松愉快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自己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柔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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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这些ольший